字幕 李宗盛 Hello,我是YY新成語動畫郎的時日 今日和大家說的成語 首兩個字都是一樣,就是囚儲 我時下都聽過 三個成語中,包括第一個叫囚儲滿志 第二個叫囚儲不淺 第三個是囚儲不定 第2和第3個都是不字,只差一個字不一樣 只剩下分別跟大家說 先說第一個,囚儲滿字 囚儲這個字本身的解釋因為有很多元化 所以引申出來的解釋會有不同的意義 首先它本身可以解釋一個很有趣的樣貌 這是出自莊子的典故 囚儲滿字就是一個人成功時以氣風發自得自滿一個有趣的狀態 所以是偏向正面 舉個很簡單的例句 這麼多個月辛苦的成果被人見到 所以在台上一副囚儲滿字的狀態模樣 這個解釋時用它的人囚儲滿字 很有趣,很猶言,有閒自得,很自信滿滿 這是一個蠻褲義的詞語 但如果是第2和第3個,大家要特別小心 所以先跟大家說第2個 囚儲是不淺 囚儲不淺因為囚儲本身有第二個解法 解釋什麼呢?解猶疑 他本身有兩個解釋 可以解猶疑而令到他度步 走來走去 所以他除了剛才的有趣的解釋之外 他解猶疑 猶疑不淺的意思是甚麼呢? 他要想很久 想很久,拿不定主意 不知怎樣 接著就不走前,不落一步 很遲而不決地走這一步 不向前去嘗試 這個字其實你會看到 偏負面的 即是說那人這麼遲都不走前一步 不走前,即是不走這個決定 不去做這件事 沒有向前進步 這個位置是偏負面 跟剛才完全不同的感覺 至於第3的時候,我們說 囚儲不單是不前的 可以是不定的 如果是不定,我們的焦點放在哪裏 就是下不了決定 這個純粹把焦點放在下不了決定 這件事應該怎樣呢? 舉個例子 第一狀政,疫情 但他又想外國升學 這個位置的時候 他很猶如不決的時候 我們形容他就是 囚儲不定 他不像去外國好 我們很客觀去形容一個狀態 就是他下不了決定 剛才的不前 焦點就是他不是前進一步 所以焦點的擺法其實有點不同 剛才那個 偏負面 這個就是客觀認的事實 就是他下不了決定 下不了判斷 所以這個位置的時候 3個成語 你看到因為囚儲半身的解釋 很多元化 所以大家用的時候 可能是奇異的 大家以後用這些成語 一定要小心一點 今天就到這裡 拜拜